没想到啊 把你选进宫里 蒙受皇上的宠爱结果是 我们庞家家破人亡 爹 算了算了 爹 不为难你了 你也 不要去求皇上了 成人他命中该遭死劫难 爹也无能为力 不过 爹这个当朝太师也不想当了 还是告老归隐吧 免得在牵连家里其他人 爹啊 你要安心待在宫里 千万别再被包枕给害了 爹 回去了 爹 等一等 爹 女儿愿意试试看 皇上今天会在皇后娘娘请宫 我见不到他 明天 最迟三两天 或许能够求皇上搬下圣旨 下圣旨 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爹 就算皇上答应下旨 也需要一段时间呢 那 这样 爹先去登州 能挡包拯多久就挡多久 你请到圣旨以后 就把皇上的金牌立刻送到登州 大女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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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主 庄主 事情都已经办妥了 都处理掉了 都死在段无的手上 一个都没漏 段无 别不高兴 人手不够了 再补嘛 雕在 在 从钱庄 给段无先播五十罐 是 庄主 多谢庄主 别谢我 有赏有罚 只要你们听话 别犯错 是 庄主 包大人把禁军都调进城了 一定是成员出事 我们 要不要先做准备 用不着 我们只是商人 即便是成员 把我们供出来 我们推说不知道 包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他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可是 毕竟有很多事情 是明显的官商勾结 你可以说是官商勾结 也可以说是受官府的势力强迫 那有谁能证明呢 庄主真是高明啊 不过 不过 这阵子 你们要收敛点 我虽说不怕包装 但是也没必要惹麻烦上身呢 明白吗 是是 等他们离开灯州 无论下一任的支州是谁 我都有办法 尽快要恢复原样 我就不信 这天底下 有不外前的官 有不外前的官方 唐真 没声在 成员已被收押 依照朝廷体制 你这登州通判 理当代理知州之治 在全案终结 上报朝廷之后 自会派遣新任之州 到时候 你再进行交接 是 明日起 本府将会审讯成员诸刚 并逐一追查 李坤涉案部分 你忙于周五即可 不必参与 周牙里头能够有什么事呢 事情可多 真的 少爷明天开始 就要代替成员 管理整个登州了 只是暂代 等新任之州派来之后 我还是干我的通派 那没关系 至少这段时间 除了包大人 少爷就是登州最大的官了 那又如何 只是责任变得更重罢了 少爷 这的确是好事啊 如果老爷在世的话 也一定会替少爷高兴的 嗯 我只是不敢辜负我爹对我的期望 不过这些都要感谢包大人 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只是另一个中毒而亡的登州通派 就要看我有多少能力 大人 像成员那样的官梁私脉 从中涂利 会判什么样的罪 在我大宋律令之中 刑罚轻重不等 依这项罪行来说 罢官去职总是免不了的 啊 就这么便宜了他 还要是情节轻重 判他个五年到十年的刑期 哦 可是他的罪行不仅如此 大人 难道你打算 指办他这一项罪行吗 当然不会 若依那些退休官员所言的罪行 成员只怕是死罪难逃 这还差不多 要不然 岂不是让人愤恨难消 詹姑娘 刑罚的主要目的 在省事警诉 而并非单纯的出气泄妇 若因为惩罚一个作奸犯科之人 能够让大多数的人引以为戒 那才是刑罚的真正目的 也就是所谓的 刑期飞行的道理 可是除了粮食问题之外 我们还没有掌握成员其他的罪证 如果现在把它关起来 其他的罪行又怎么追查呢 提得好 这就是本府要唐真接手周牙的原因 他可以从周牙的文书案卷之中 查出有用的资料 我们也可以利用审讯成员之时 挖取更多的罪行 大人 成员跟李坤既然相互勾结 如今成员已经压在大牢 那李坤应该有所举动才对 不错 湖方的兵马守住城门 防止李坤逃出城外 我们也必须密切地监视他们的行踪 甚至于前期试探于他 来确认他的动向 如果严冬保护他逃走 守城的士兵一定挡不住他 大人 还是我去盯着他吧 盯住严冬就没问题了 那就有劳展顾了 是 大哥他就是这样 决定的事情就要马上就去 自从展护卫跟随本府办案之后 想必不如在江湖之中来得惬意啊 大哥他心甘情愿 而且也做得很好 要是换做是我就不行了 哦 展姑娘虽然经验稍嫌不足 却已经难能可贵了 得谢大人夸奖